我们生活在时期中 人类从来没过 十亿人同时宅在家中 我们依然看到太阳 我们依旧看到星星 只是比从前我们对生活更热爱 我们对生命更珍惜 告诉我吧 你在烧什么菜 你在跳什么舞 你在唱什么歌 还是你与亲友亲心 还是你在感悟人生 展现你的手艺 展现你的才华 展现你的爱心 让你的美好传给世界上上心之人 传给500年后的新人类 让全世界一同宅家乐 大家电视台 大家一同宅家乐 征集对生活的热爱 请到油管寻找大家电视台 Hashtag Stay Home Hashtag With Me 大家一起宅家乐 期待你的作品 详情请质询屏幕上的邮箱地址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要报 中共十四五规划 遇上了百年大变局 来看香港媒体明报的报道 就表示说 席卷全球的特殊情况 冲击到了中国以及世界的经济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之下 备受瞩目的中共的十四五规划 正在悄然的走近 观察室指出 这个规划光呼到了未来五年的中国 除了强调高质量的发展 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交织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料将成为规划编制的重要考量的因素 五年规划以前叫做五年计划 自1953年以来已经发布了13个 被视为中国特色纲领文件 也是外界观察中国经济社会走向的风向标 中国官媒曾经披露说 五年规划非在朝夕之间能够完成 以十三五规划为例 其编制工作历时三年 分为多个阶段多个步骤 环环相扣 包括了听取各方的意见 十四五规划是中国进入新时代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 首个五年规划 因为应形式的需要 预计会有新的思维以及新的亮点 去年11月25号 中国的总理李克强曾经主持召开了 十四五规划编制专题会议 释出要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高水平编制好规划 把发展机遇研判准 把困难挑战分析透 研究推出一批重大政策 一批重大改革开放举措 一批重大工程和项目等诸多的信息 面对这一次的特殊情况 十四五规划的编制也受到了影响 但是没有停住脚步 多个地方传出的讯息显示 规划的有关工作仍在推进 目前编制处于四个阶段当中的第三个阶段 中共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料定将 审议十四五规划的建议 明年的中国全国两会将由人大代表 来表决通过文本并且对外发布 五年规划也关乎到了香港 香港的舆论一项关注 特别是涉港的一些内容 在十五规划当中 香港首次被纳入 有简单的表述 其后的规划步骤的篇幅也会逐渐的增加 中国的国家发改委和香港政府为此有良好的互动 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之下 香港正面临着多重的挑战 中国的国务院港澳办 以及香港中联办的高层人士的变动 显示着中共高层高度的重视着香港的工作 希望一国两制的事业在总结经验 改革调整当中能够客难前行 涉及到了香港的内容 料单独成篇或者有新的论述 进行综合的研判 报道表示说中国的十四五规划 时间点是2021年到2025年 港澳台仍然可能单独成篇 涉到香港的内容会有新的论述 报道认为全面的落实中国的一国两制 依照宪法以及基本法来办事 深化港澳与内地的合作 提升港澳在国家大局当中的特殊的作用 这些原则是不会改变的 而在实际的挺香港的措施当中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仍然深具潜力 中国第一季度的融资规模 累计达到了11.08亿 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来自路透社的报道说 中国央行星期五的时候公布 三月新增的人民币的贷款 2.85万亿元 远高于1.8万亿的路透社的调查的中值 创下了同期的历史的高度 一季度的社会融资规模累计增量 累计达到了11.08万亿元 比上年的同期多了2.47万亿元 路透社的计算得出 三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5.16亿元 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且远远的超过了路透社调查中值的2.8万亿元 中国央行的霍政司的司长孙国锋 还表示说当前的特殊情况 一些发达经济体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 中国仍然是少数实施了正常货币政策的国家 同时中国在面对特殊情况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 人民币的债券和资本市场的优势明显 人民币的汇率保持强势 人民币资产表现出强劲的韧性和一定的避险的特征 另外他也表示说 人民币的资产呈现了一定的避险的特征之后 跨境资本流动不会对汇率造成明显的影响 中国央行的官员星期五的时候表示 在货币政策制定当中 央行总量上看 要考虑宏观的杠杆率 以及物价水平 以及金融风险的因素 有序的引导市场整体的利率下行 市场利率和存款利率 正在实现两轨和一轨 中国存款的准备金率 要长期的保留 而当前情况要允许宏观杠杆率阶段性的上升 中国央行稍早的时候公布了三月份的社会融资增量 创出了历史的新高 当月新增的人民币的贷款也创下了历年以来同期的高点 在随后举行的新发布会当中 央行的霍政司的司长孙国锋就表示说 贷款利率已经和市场接轨 会引导存款利率下行 且有利于稳定存款的利率 他也表示说 存款基准利率虽然自2015年没有调整 但不意味着实际执行的存款利率没有变化 当前存款利率上下线都已经开放 银行可以自主的定价 但从银行实际挂牌利率来看 各个期限利率并没有一幅到底 另外同时 他也指出随着RPR的改革深入推进 贷款利率市场化水平明显的提高 已经和市场接轨 随着市场利率整体下行 银行发行贷款收益降低 银行也会适当的降低其负债的成本 高息拦储的动力会随着下降 从而导致存款利率的下行 另外他也表示说 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存款利率市场化 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的作用 贷款利率下行也有利于稳定存款的利率 针对资金是否淤积在银行间市场的问题 孙国锋解释表示说 最近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传导率比较的高 因为央行采取了多种的措施缓解银行 创造货币的三个约束 流动性约束 资本约束 以及利率约束 另外他也举例指出 衡量传导效率要看央行信贷投放和新增贷款的关系 一季度央行释放长期流动性2万亿元人民币 新增人民币贷款是7.1万亿元 每亿元的流动性投放支持了3.5元的贷款的增长 传导效率明显的提升 产油国与G20达成了减产的协议 来自路透社的信息表示说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表示 莫斯科及其盟友已经在星期四的马拉松的会谈当中达成了一项协议 将原油的产量削减相当于全球供应量的10% 并表示希望其他的国家削减5% 但是墨西哥坚持将其产量仅削减欧佩克要求数量的四分之一 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威胁说 如果沙特阿拉伯不能够解决市场公固于求的问题 他将向其征收石油关税 另外他还说美国愿意通过增加一些懈怠来帮助墨西哥 并补充说华盛顿有望得到补偿 二十国集团能源部长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视讯会议当中 上星期五就关闭了石油的市场 但是在星期四进行的减产的谈判之后 由于市场的供应仍然下降了15% 石油价格未能上涨 当需求暴跌30%的时候会留下大量的石油 国际能源机构的负责人法提赫比罗尔就表示说 进口国可以通过为战略储备额外的购买原油 来为市场提供一些支持 布劳伊特还表示 美国将通过开放战略储备来储存更多的石油来帮助需求 欧佩克这项新的协议预计所有的成员国将减产百分之二十三 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将在五月到六月份的时候分别削减250万桶每日和伊拉克削减100万桶每日 利亚德和莫斯科一致的认为尽管沙特的石油供应量已于今年的四月激增到了每一天1230万桶 但是双方的减产均将从2018年10月的每天1000万桶的基准开始计算 欧佩克的文件显示 根据计划欧佩克将从7月到12月将产量削减至每一天800万桶 并且在2021年1月到2022年4月间进一步的放宽至每一天600万桶 瑞英表示 我们认为布伦特原油在2020年第二季度将跌至每桶20美元甚至更低 美国能源部长丹布劳耶特在G20国集团的会谈当中就表示说 我们呼吁所有的国家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减少盈余 以墨西哥签署为条件的欧佩克的协议 每天将清除1000万桶的石油 而欧佩克消息人士则要求美国和其他的国家再撤回500万桶 农威和加拿大都在欧佩克的成员国之外 建议如果执行该协议的话 他们可以削减 华为说用美国的零配件纯属照顾生意 不用销路照样的好 来自法管的报道说 新媒体指华为的消费者业务CEO于成东 昨天就表示说华为供应链可以做到不用美国的零配件 但是还是要保留了少量的美国的零配件 与美国供应商保持着合作的关系 照顾他们的生意 他说 华为没有说全部的用中国的国产产品 但是国产的东西多一些美国的大幅的减少了 原则上华为可以完全的实现对美国零配件的替代 但是华为照顾他们的生意 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 今天就表示说华为称可以完全的不用美国的零配件 为照顾生意所以才用了一些 该报道引去中国经济周刊的消息就表示说 于成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预计中国市场全年依然保持在20%以上的增长 如果不是美国制裁的话 2019年华为就成为全球第一的智能手机大厂 据于成东认为中美之间相互的依存 如果反制的话 对对方都是很大的伤害 报道说在此前关于华为减少手机原配件订单的传闻 甚销尘上 有消息表示说 华为将启动第二部的智能手机的砍单 主要针对5G手机 以消化最高四五千万部的一个库存 对此于成东回应表示说 华为手机没有库存 而是严重的缺货 春节期间的生产受到了特殊情况的影响 天天都在打电话催货 缺货缺得一塌糊涂 有库存反而赚了 说明库存是胡扯 他说到他们的公司仓库去看一看 他们是缺货 而不是积压库存 他说天天都在缺货 这个缺 那个也缺 头大的要命 该报道表示说 3月31号的时候 华为发布了2019年的年度报告 报告显示 2019年华为营收8588亿 同比增长了19.1% 净利润达到了627亿 同比增长了5.6% 研发费用1317亿 占营收比例提高到了15.3% 其中华为的消费者业务营收达到了4673亿 同比增长了34% 成为了2019年华为集团的主要的增长来源 Zoom不放心 微软的Teams使用率爆升了10% 来自香港媒体苹果日报的报道表示说 在这一次特殊情况期间 不少的公司为了保持安全距离 避免面对面的接触 都采用了视讯会议的软件来摇距办公 微软星期四的时候公布旗下的视讯会议软件 Teams在上个月的使用率激增了10倍 单日录得27亿次的会议记录创下了新高 微软365企业副总裁斯珀塔罗就表示说 客户使用微软的Teams开会进行联系 令他们深受鼓舞 他也表示说 我们看到了有些老板用虚拟的形象来献身会议 令日常的会议变得搞笑又傻气 报道表示说 全球各地的人士因为这一次的特殊情况在家办公 视讯会议已经成为了工作和社交的必需品 Teams要与谷歌还有思科以及脸书 还有Zoom等一些竞争者争夺市场的占优率 另外来自星岛日报的信息就表示说 新加坡的教育部昨天宣布 已经下令教师暂停使用Zoom 因为该国实行在家上课的第一个星期 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件 一个班级39名学生利用Zoom上地理课的时候 突然遭到了入侵 向学生展示了一些不雅的图片 Zoom全球因为这一次的特殊情况 它的使用量大增 但是也引起了网络安全的质疑 多个国家发生了会议遭到入侵的事件 目前台湾美国德国等一些地区 在不同的领域限制使用Zoom 全球科技巨头谷歌也在星期三的时候 宣布禁止在公司的笔记本电脑上 使用桌面版的Zoom Zoom同时也正面对着其中一名股东 提出集体的诉讼 称平台没有达到 以及没有采取端到端加密 李嘉诚是Zoom的原始股东 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信息就表示说 香港的首富李嘉诚 早期靠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成为了香港的首富 而在当前的危机当中 带来回报的是另外一笔科技投资 来自彭博社的报道表示说 根据监管的备案 被崇拜者尊称为超人的李嘉诚是Zoom的早期的投资人 在这家总部位于圣河赛的公司持有大约8.6%的股份 今年这笔股权价值已经飙升了80% 已经到了29亿美元 这是彭博亿万富豪指数 跟踪他的公开持股当中 今年唯一取得的增值增长的一个效益 在香港受到这一次特殊情况的打击之后 他的整体的财富 今年下降了约50亿美元 已经到了260亿美元 根据借管办表示说 今年91岁的李嘉诚 通过了三个投资工具 持股Zoom 根据Zoom的网站的信息 李嘉诚的维港投资 在2013年领头了这家视讯会议公司 650万美元的B轮的融资 并且参与了两年后3000万美元的C轮的融资 2019年4月Zoom在美国上市的时候 他的股份价值约8.5亿美元 在全球很多地区 因为这一次的特殊情况 采取了社交距离的时候 Zoom的电话会议软件 已经成为了千万人的重要的工具 因为当前的情况使得人们广泛的使用这种工具 不过由于隐私安全的问题 该股最近有所回落 李嘉诚不是唯一从Zoom大涨当中受益的人 根据彭博的数据显示 Zoom的创始人袁征 目前身家为61亿美元 原雅虎联合创办人杨志远 也是早期的投资者之一 监管文件显示Zoom的股票暴涨之前 代为邦德曼家族的理财士 野猫资本管理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入股 李嘉诚的其他一些公司 正在帮助扩大Zoom的用户基础 香港合计电讯旗下的一栋子公司 在3月18号的声明当中表示说 向香港的上千家的学校捐赠通讯服务组合 其中包括了免费的Zoom型的课堂 川普星期五月复工推松绑的措施 来自香港媒体星岛日报的报道说 美国这一次的特殊情况非常的严峻 但是美国总统川普着急着挽救经济 正在推动赶在下个月松绑的一些措施 让全国大部分的员工复工 美国的财政部长姆努钦 星期四的时候表示 预计美国经济生活可能会在五月份的时候重开 不过卫生专家们忧心如焚 深怕美国在这一次的特殊情况 还没有完全的平息之前 就恢复了社会的运作 恐怕情况会变得更加的糟糕 来自华盛顿邮报星期四的时候 就引述了知情师的话表示说 忧心经济萎靡的川普在闭门的会议当中 寻求五月一号或者之前 恢复美国商业活动的方案 报告表示川普将宣布成立第二个专责小组 定力重启经济运作的日期 知情师表示说 在与外部的顾问通电话的时候 川普甚至表示 有意本月底之前 重新让美国大部分的地区复工 四月底也就是四月三十号 是目前联邦政府下达的扩大社交距离的相关的期限 川普还会盯着失业和股市的数据 川普早前曾经建议在本月十二号的时候复工 在公共卫生官员的反对之后取消了 川普政府的最高层的经济官员 星期四表示说 认为经济可能在五月重启正常的运作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 星期四在接受CNBC的采访时表示说 被问到他是否认为川普可能在五月重启经济活动 他回答表示 是的 摩诺秦爱表示说 一旦总统觉得医疗议题已经和平 我们将让一切所需到位 得以让美国的企业和劳工在复工的时候具备所需要的物流与人流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说 美国经济在未来一或者两个月应该能够重新的运作 对于太快让大量的员工重返工作岗位一事 卫生官员和部分经济学家大多持保留的态度 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星期四的时候表示说 我们需要有一套计划全国性的计划 以重启经济的运作 虽然我们都想尽快的复工 但是我们也要想避免错误的发生 以免到时候前功尽弃 白宫最高级别的专家福西博士星期四的时候表示说 人们持续的待在家中是很重要的事 欧盟通过了5400亿欧元的纾困的计划 来自香港媒体星道日报的报道说 欧盟的财长星期四的时候达成了规模5400亿欧元的纾困的计划 原先坚持纾困必须要求附带条件的荷兰最后立场软化 但他们决定搁置由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提议的发行特殊债券的一个计划 荷兰态度软化不再坚持要求接受纾困的国家 必须承诺实施经济改革并且接受外部的监管 才能够获得纾困 欧盟财长星期四的会议因而打破了僵局达成了协议 声明强调这一次的纾困指定给特殊情况的相关的用途 报道表示说这一篮子的计划包括了三个方面 在劳工保障方面以贷款的形式提供1000亿欧元的财政援助 帮助欧盟成员国加强公共财政能力 为应对这一次的特殊情况带来的员工和个体商户失业的风险 在企业救济方面 欧洲投资银行同意为特殊情况影响的一些企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总额为2000亿欧元的贷款的担保 在欧盟区国家资助方面将由欧洲稳定机制 为欧盟区域的国家提供总额2400亿欧元的低息的贷款 援助国获得贷款的唯一条件是将资金用于特殊的情况 来保障人们的健康以及相关的治疗工作 不过欧盟的财长将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等提出联合发行特殊债券的计划 搁置在了一旁 德国奥地利荷兰等一些国家坚决的反对发行特殊的债券 担心将要为财政收支不稳定的国家买单 结果欧盟财长决定将这一提案交由本月稍后举行的欧盟领袖峰会来进行研究 美中军机同线台湾海域 来自法国的消息表示说根据台湾国防部星期五的信息显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今天上午的时候派出了轰6的轰炸机 空警500的预警机以及歼11的战机等 在台湾的西南方的海域进行了远海的长航训练 而同一天美军的一架RC-135U电子侦察机在中午由东向西经过了巴士海峡 飞往了中国大陆沿海的方向 根据光华网今天的报道表示说 解放军的战机飞台西南海域 美国的侦察机现身同一空域来校正 消息表示说解放军的多架军机飞越了台湾西南的海域 根据台湾国防部星期五的消息表示说 台湾空中侦询战机一度的升空拦截 并且发出了广播要求对方离开 台湾国防部还指出 解放军多架的军机飞越台湾的西南方的海域 进行远海长航训练之后 竟由巴士海峡进入了西太平洋 再寻远航路返回到了驻地 该报道还表示说 另外一个方面追踪美国军机动向的社交媒体 飞机景点同一天稍后就表示 美军的一架RC-135U电子侦察机 在中午由东向西 经巴士海峡飞往了中国大陆的沿海方向 据台湾媒体认为 解放军军机刚走 美军金机随即飞制 有相互较劲的意味 如何才能参与大家电视台全新举办的宅家乐活动呢 hashtag stay home hashtag with me 您可以制作展示宅居精彩生活的各类视频 比如厨艺健身歌唱影评都是可以的 不论您是刚刚学会用手机自拍的初学者 还是视频制作高手都欢迎哦 嗯狗狗出去别发言哦 第二步呢就是上传您的作品给地球这端或者那端的我们 让我们节目组收到您的精彩作品 我们推荐您采取云端共享的方式把节目交给我们 当然您也可以用电邮附件寄送 或者是把节目上传至个人油管 并且分享链接给我们 发送到屏幕上您所看的电邮地址就可以了 确认您的节目符合标准之后 您就可以与全球网友一起分享您的宅家精彩生活了 嗯还有狗狗 然后呢我们会依据网友的观看和点赞次数 评选每周每月每季 还有总冠军的套榜单哦 有问题别迟疑上传节目接收邮箱 同时也做答疑使用 记得油管搜索并且订阅大家电视台 hashtagstayhome我们一起宅家乐 stayhome with me我们一起宅家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